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风风,我们又见面啦 前两天我刚刚在B站和微博上面发布了一个流洋互动的征集视频嘛 然后也是第一次做这种视频 我看到你们的评论我真的是 哎呀 内心有非常多的感触啊 但是让我印象很深刻的真的就是 在不管是微博还是在B站上还是有很多关心我 上一期说到我不是感冒了吗 大家对我的病情还是非常的关心 然后在这里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大家对我病情上面的一个关心 现在大家已经不用担心了我感冒已经好了 然后也不耽误跳舞了我们刚刚训练完 回生润,这两天 这两天我也有在很认真的看大家的一个评论 然后大家真的有很多人提的问题 我觉得真的是很棒 所以我有在认真的去挑选 然后今天跟大家分享我挑出来的大概有二十多个吧 二十多个问题 然后我们一一的来讨论一下 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视频是挺好的 就是可以增进我们这样的距离更加彼此了解 对不对 那我们话不多说 来吧 第一个问题 身高是196还是169 底下还有人说问的话就是196 现在你们觉得我是196还是169啊 其实我比起来 下一个 一时很好奇 右边戴耳朵 右边戴耳环有什么意义吗 还是说就是好看就戴再者封封嘴 谢谢 这个的耳环其实没有什么意义 其实我当时看到有一个男的就是他在耳朵上面打了好多的那个环 然后大概有这么多 我当时就觉得非常非常酷 然后我上学的时候我就特别想打 然后但是那个时候学校不让嘛 然后我妈也不可能让了 所以在我自己出来工作以后没有人管我了 那我就随便打 而且一次还不打一个 我打了俩 其实就是就是一个尝试吧 然后没有什么特别重大的意义 下一个 有没有圈里的偶像有的话是谁呀 偶像呀 我的偶像是 如果说是唱歌方面的话 我的偶像是李久哲 Niki 而且之前我还给自己洗英文名叫Niki 因为李久哲叫Niki 因为我当时我特别喜欢他 喜欢他唱的那个歌 尤其是我最喜欢他的一首歌是 《我会好好过》 尤其那段时间上学的时候 我记得上学那段时间有一段时间我 我心情特别荡 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压力很大 那段时间我记得每天都郁闷闷的 然后那个时候我听他这首歌 我特别喜欢他那个旋律和很舒缓的那个感觉 而且我自己之前唱歌 我自己知道我的甲声特别不好 然后我特别羡慕他的那个甲声可以处理得特别的平滑 还处理得特别棒 反正就是 而且也喜欢他就是 就是很多歌曲的风格吧 然后还有他的旋律很多的东西 反正我是特别喜欢 喜欢一个人没有理由嘛 小一个 风风出道这么一来 给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啥呢 嗯 其实我们出道也没有很长时间嘛 让我印象最深的 我觉得可能是我们的 我们的一个状态上的一个改变吧 从我们排舞和从很多东西上我们都会更比之前就是精益求精了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出道之后 目前为止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个 大家都认真都加加加加 比之前更加把整实感 下一题 想问我想问风风你们五个能不能做一个默契度测试的互动视频 比起团舞日常也很有观众基础 请风风剪辑 风风的是空水平的大高 哈哈哈哈 谢谢 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剪辑视频 我其实每次跟你们说我每次剪视频都是拿我这小小的这个手机 然后去拿那个软件去剪 有的时候还会卡 然后剪剪手机就很胖 其实还蛮费劲的 因为我也没有那个平板 这平板是别人的 是鸡哈的 然后 这个默契度测试可以做啊 我觉得 我觉得是可以的 我觉得可以啊 就是 可以在我们休息的时候 然后我们的车控 然后给大家可以拍这样的一个视频 我觉得也是很有意思的 把在工作之余嘛 嗯 下一题 参加熊猫堂的契机是什么样的 参加熊猫堂的契机 是什么样的机缘让小风风可以成为熊猫堂的一员呢 抱着什么样子的想法 嗯 这个要说的话 比人就有点 长 其实 总的来说是朋友推荐 因为我之前是经常会去唱K 然后 然后就有 就是一起唱K的一些朋友 然后他们呢 就听到说有这样的乐团在招募 然后当时就想到我 然后问我要不要去试试 然后我当时也是抱着就是 嗯 不知道行不行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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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态吧 就是把自己的资料给传上去了 然后结果就 下一个 我就想问我22岁的崔云峰喜欢吃什么东西啊 零食什么的 给我地址我就寄 我给你寄 这个 其实不用了不用了 呃 零食的话 其实我觉得 我挺奇怪的 我跟 我跟 我们 跟我身边长大的那些小孩都不太一样 就是我小的时候不是很爱吃零食 就反倒是那种很 我不是夸自己啊 就反倒是那种就是很 很不愿意让我妈花钱的那种人吧 比较 姐姐 哈哈哈 长大以后就给我妈花大钱 哈哈哈 就是 小的时候我妈给我钱 我都不会去买那个 那些零食什么的 就对零食 就是我对甜的呀 还有那些零食什么的 就是 就兴趣不是很高 特别喜欢 要说 要说我特别喜欢吃的 我举出来几个吧 我如果说真的要让我买几个零食的话 我可能会买 呃 我喜欢吃 呃 就是 薯片 然后 呃 还有那个 豪利尔盘 嗯 还有奥利奥 可能是巧克力之类的东西 小一个 想听风风对五只的评价 包括自己喜欢小科技这个称号吗 卡斯那种200个俯卧生的 惩罚普遍吗 呃 对五个的评价呀 那我先说自己吧 其实我 我 我感觉这么长时间以来 从去年的五月份到现在已经有一年多了嘛 然后其实我在 我觉得我自己在这段时间的改变其实蛮大的 嗯 从 因为我 我其实本身是一个 一开始我不太爱说话的一个人 然后到后面跟大家融入的越来越好 然后也在技能上尤其是舞蹈上面不断的去精进 然后 然后不断的去学习大家 尤其是大家对我帮助了也很多 其实我对这四个都比我大 其实我对这四个哥哥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是这样 然后 下一期次呢 我说 呃 鼎鼎吧 鼎鼎呢 鼎鼎其实是一个非常爱操心的人 讲实话 你看他平时蛮 蛮傻的呀 蛮蛮爱讲的呀 但不过其实他就是大多数都是 就是 都不信 可能他连刀子嘴都算不上 因为他说什么东西 也都是开着半开着玩笑 然后基本上扮演了开心果的角色 但是他却懒了我们大部分团体内的一个工作 然后帮大家 比如说一些报名啊 还有很多东西 所说的东西都是他帮我们做 不仅是工作上还有生活上 你觉得他非常非常地负责人 非常非常地操心的一个人 然后 呃 十七的话呢 十七 十七 十七虽然是 虽然是 虽然是 虽然是我们 虽然是我们啊 虽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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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不过 他其实是 最能跟我们 其余四个人玩的台 就是他 他会 给你感觉他 并像 这个年龄那么 就是 让人可能有距离感啊 或者怎么样 反倒他 他会经常跟我 跟我们聊 他喜欢的 动漫啊 游戏啊 很多其实都是很贴近我们生活上的东西 其实他整个人就像个大小孩一样 嗯 感觉比较清明的那种吧 清明的那种大哥哥 可能你家大哥哥那种感觉 其哈 啊 其哈的话 其哈是一个 非常 就是 怎么说呢 他又理性 但又非常感性 哈哈哈 虽然平时看他 傻 傻大憨憨的 但不过在 在遇到一些正经事情的时候啊 他会很理性的 给我们分析很多东西 然后 比如说 步骤啊 流程啊 他对这些细节上面的把控 是一个非常非常细心 细心的人 啊 然后 虽然平时可能会比较愿意 跟我们有时候杠啊什么的 但不过他 他的杠就是 这反倒让人觉得 他对他自己内心上 内心的很多东西 都是非常非常坚定的 嗯 其实 这种精神也是很难的 再来说就是卡斯啦 卡斯 卡斯给我的印象最深的就是 其实他 他 就是冷 哈哈 哈哈哈哈 就是冷笑话嘛 搞 搞氛围嘛 每次我们把氛围好不容易搞起来了 但不过他 一句话就瞬间 很长 但其实他也是想让我们大家开心嘛 这也是他哄大家开心的一个独特的方式 但私底下呢 其实他很 对我来说吧 对我来说 西卡 对我 有额外 有的时候 有额外的照顾 可能在大家忙碌的时候 他对我的照顾都是那种就是 不经意的 就是 就是突然之间的一个小暖心 突然之间的一个 在所有大家都在忙碌的时候 可能他会突然之间 对我一个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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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暖的一个 拐心的力量 就是 无微不至的在 在 在平常 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就 宠我一下和怎样 虽然这是四个哥哥对我不同好的 都有 还有一个 卡斯那种200个复活生的惩罚普遍吗 那是他自己做的要好吗 下一个 什么时候有唱跳舞台呀 以后会不会有直播营业呀 公司有给你们设什么身材管理的标准吗 这是我最好奇的一点 嗯 唱跳舞台的话 我觉得以后我们肯定会有的 嗯 就是 现在可能目前 因为疫情的关系啊 可能很多 就是 全部都可能受影响了 然后 直播的话 可能 直播我觉得以后应该也会有 就得看公司安排 就是 现在我们不能私自的去 去去 去经营这些东西 啊 公司有给你们设什么身材管理标准吗 嗯 其实是 身材管理标准有 因为我们不是有健身课吗 然后 早上大家都会去一起健身 在健身上面也会有一个CPI的一个指标 然后 也会定期的去去去测这个胸围啊 这些东西 所以 我们每个人的标准不一样 可能有的人需要再多吃一点 呃 人需要 减少一点吧 来来实践 满足你好奇的一点了吗 下一个 想知道 风风在不工作的时候喜欢干什么 打游戏还是 打游戏看视频还是什么 我没有不工作的时候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恐怖 但是 呃 也有了 其实我觉得你说的这两个点我都有 欸 我打游戏我是打的 不打游戏的人生是不完整的呀 呵呵 我打 呃 LOL 英雄联盟 还有 手机手机的那个王者荣耀 我有打 跑跑卡丁车啊 什么这种 呵呵 都打 但最多打的还是 鹿啊鹿 英雄联盟啊 然后视频的话 会看视频啊 无聊的时候会看 会看B站 然后会看 我特别喜欢看的那种就是 呃 就是那种 就是大多数其实都是Vlog 还有大 一部分是Vlog式的视频 另外一部分呢是 呃 就是那种 科普类的 我很喜欢看那种科普类的视频 还有那些解谜啊 探秘啊 那种视频 小一个 想问娜娜娜这首歌录音时 呃 高潮部分的 BL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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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句录了几遍 别人我不知道啊 我录了 一遍 哈哈哈哈 你们信吗 录了 就这一句大概录了 能有 蛮长时间的朋友 能有 几十遍吧 蛮累的 下一句 比较好奇 你为什么会辞掉工作选择当练习生 还有就是你的这个选择 都遇到了怎样的困难和秩序 说一下 说一下 就是现在 对 等一下啊 然后就是要说一下就是我最近最近因为可能工作的事情安排的比较满嘛 问题 一共是25个问题嘛 然后我只做了十十二个还是十几个上一次 然后还有一半没有做 然后上一次做完以后就是后面的行程就排的比较满 所以就一直没有剪出来后半部分 然后看很多人已经在B站上面就是说 啊什么时候更新下一期也很着急 哈哈哈 比如现在其实在这也是解释一下就是这段时间我是比较比较就是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剪 所以还请大家就是理解一下 因为因为每一次我剪那个视频 比较好奇你为什么会辞掉工作选择当练习生 还有就是你的这个选择都遇到了怎样的困难和秩序 当时公司我不是通过面试嘛 面试通过之后 然后当时在决定要不要去签的时候 当时跟父母啊 然后自己啊 当时也想了很久 大概能思考了半个多月吧 因为我讲实话 其实自打小的时候我就 我的我最喜欢的偶像团体是Super Junior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特别的想说 哇如果我也能有一个这样的团体 然后在台上面又帅又酷的表演唱歌 然后开演唱会那就太孤独了 那个时候就就就就有这种的梦想 但是那个时候觉得自己没有这方面的能力 也就是单纯的去追 但但没想到我将来等遇到这样的一个机会 然后当时就就在想 我觉得梦想这个东西是一把吧 就是你不去你你不勇敢的去追的话 怎么可能会实现呢 你你你追可能不一定会实现 但是你如果不追那就真的没有可能会实现 嗯 所以当时我真的就是 我觉得年轻嘛 就是年轻就是拼嘛 对吧 下一个 芬芬会做菜吗 会的话最拿手的一道菜是小胖 我会做菜 哈哈哈 会啦会啦 其实我以前我妈做菜的时候 我都会在旁边看啊 旁边好吵啊 我比较拿手的菜就是 猪肉炒一切吧 哈哈哈 就是我可以拿各种各样的蔬菜去炒肉 因为我我本身我喜欢吃肉 然后就炒各种各样的蔬菜呀 什么菜花呀 什么豆角呀这种啊 有的时候我也会炖汤 如果有人说我最最拿手的菜应该就是 菜花炒肉吧 冯峰请问你什么 请问你是不是在入团前就练过唱歌 参加过歌唱比赛 唱歌又稳又好听 希望今后能在音乐APP上听到你的翻唱曲 谢谢 谢谢 我我入团前是有呀 有练过唱歌 因为我在高中的时候是艺术生 做过一段时间的艺术生 然后那段时间是 学了一段时间的美声 所以在声乐上面有一定的基础 然后参加过歌唱比赛没有 除了学校组织的这种类型的校园歌手大赛 是有参加过 然后拿了个亚军 然后当时作为我们大学艺术团的声乐部部长 那个时候是这样 然后希望以后能在音乐APP上听到你的翻唱曲会的 因为其实之前不是我在没有来这之前是有发过一些吗 然后现在可能因为有多方面的考虑 有可能是因为版权啊 有可能是因为设备啊 还有我们工作时间上 所以我在抖音上发布的很多东西都是片段式的 也有很多人说 啊你什么时候能够发一个完整版 嗯 当就是之后肯定会努力给大家去完整版 我接下来会跟公司这边去去去去去 你们一定会在我的 一定会在一些APP上面听到我的歌的 等着吧 什么时候举行粉丝见面会啊 嗯 这个可能得看公司安排了 我觉得不远吧 我觉得不会远的 嗯 照我们这个趋势 大家的努力一定会有吧 我也希望 我也很期待呢 和你们见面的那一天 还有 双风你唱歌这么好 你觉得跳舞对你来说难吗 团圆里谁跳舞 记动作最慢 说的这个 技动作最慢的那个人就是我 跳舞对于我来说难不难的 我觉得一开始来说 一开始对于我没有什么基础 来说的话的确是蛮难的 我现在目前还是 还是需要把更多的基础 上面的东西去做好 然后给大家呈现更好的作品 对不对 风风的英文名 为什么叫order 是因为自己喜欢 还是原生孤打 order这个名字 其实是来到这里以后才有的 我之前不叫这个名字 因为之前我跟 我跟一个朋友聊天的时候 他说他觉得我长得很像水塔 就是那个 会揉脸的那个水塔 然后 我一看照片我就觉得 它其实就是蛮像的 然后当时公司问我 你要起什么英文名啊 我就想到这个说 那水塔的英文名是什么 是order 碰巧这个单词也是在百度的翻译里面 是可以作为英文名使用的 然后就有这个名字了 啥时候出一期教唱歌的视频呀 我觉得教我还谈不上吧 就是可能是跟大家分享一些 唱歌上面的一些经验 因为因为因为我我我我可能有有很多东西 我不能能够用非常 我我怕无人自定 很多东西都是只可一会不会演出 毕竟我还没有那么专业 我可以但不过之后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 在唱歌上面的一些技巧 和一些小知识 之后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 我一直很好奇风风眉毛上那个可爱的字到底是左在左眉还是右眉啊 这边是哪边啊 左边 左边哪 下一个 风风最喜欢的 最喜欢的歌手和歌曲分别是什么 最喜欢的电影是什么 觉得自己唱的最好听的歌是哪首 我最喜欢的歌手是李九哲嘛 刚才说了 然后最喜欢的歌曲啊 不可能会跳一个最让我感动的 因为我因为我我之前在练习当中有有有有有唱过那个 就是《惠灵世俗》的《I have nothing》那首歌 然后我当时在了解这首歌的背景之后 我真的对这首歌非常非常的 真的是很经典 真的是很厉害 最喜欢的电影是什么 电影的话 我之前是喜欢看爱情片 就是我之前最喜欢电影是 白白河和那个张跳泉演的那个被拖走的那五年 就是那种 虽然跌宕起伏但是最后很感人 风风未来会有什么计划考虑开直播吗 我未来的计划就是 更加努力的去训练啦 直播方面 目前我们还不能知 我可能是之后会有吧 这个得看公司的安排 哇这个好长呀 这个这么长 这个这么长的这位朋友呢 我可能那我就挑你 你其中当中的几个问题回答吧 我可能不能回答你所有的问题 因为因为我看了一下你这里的问题可能大多还有一些有一些重复的我挑一下哈 啊 啊 说起美食光盘使者风风是吃的最多吗 目前为止是的 哈哈哈 我给大家讲一个可能讲一个经历吧 之前我跟十几个朋友不是我跟几个朋友去吃饭 然后然后去了一个那个那个香菜馆 然后当时是吃吃饭 然后点米我是那种属于特别能吃米饭的人 然后大概一共我们这桌吃了十十几碗我就吃了九碗 风风的胡子是天生的嘛 好羡慕我就没有那么浓郁 那当然不是天生的呢 不是天生的那谁给我生的呢 呃 然后底下啊 希望风风调整 休息 谢谢啦 谢谢你的关心我会好好休息 真的非常非常感谢这种很很暖心啊 谢谢你 关于风风的恋爱经历 恋爱 你们是好好学习的吗 哈哈哈哈 这个年纪不好好奋动不好好学习想什么呢 恋爱这种东西是现在要考虑的吗 下一个 提问成团经历给风风带来快带来的快乐和烦恼 快乐与烦恼 我觉得快乐快乐有很多呀 这个工作当中认识了我的团圆妹 这个这个大家庭这个工作人 这些这么多的工作人员 而且并且也经历了很多事情让我真正的成长不少 嗯比以前成熟了很想想想很多问题的时候已经不会再再那么像以前可能没有比较骗的 嗯就是烦恼的话可能是就是休息太少吧 哈哈哈哈 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宁静说的一句话 就是你干这行就是没有休息啊对不对 我大概是 你意思是这样 我不记得原话啊 但是我当时记得静姐就是说 我记得静姐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很让我印象很深刻 你干这一行就是没有休息的 其实真的是这样 就是你不努力去奋斗就是后面的人就会超过你 196的风风有什么爱用物推荐吗 爱用物推荐呀 有我啊 叉叉牌鞋靶子 还在为穿鞋不方便而苦恼 还在为上班寄鞋袋拖延时间苦恼 叉叉牌鞋靶子解决你的一切烦恼 非常的好用 好了以上就是我今天挑出来的所有的问题 然后 真的真的非常感谢大家对我视频的支持和鼓励 然后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努力 然后给大家我还会继续的学习 不断的精进这个Vlog的 呃这个Vlog的这个叫什么呀 嗯 嗯 就是就是Vlog的这个识养啊 就是继续的不断的学习 不断的学习 然后就是希望能给大家带来更多欢乐 因为我我可能目前在做视频这方面 还是个初学者 但是我还是会不断的去学习的 然后这次的回答 我不知道会不会让大家感觉太严肃 因为说实话我本人在私底下 是就是一个蛮严肃蛮蛮认真的 因为有的时候工作人员都说 你小小年纪这么这么严肃干嘛呢 嗯 因为在终于效果这方面 我可能真的是还是有待存心 但不管怎么样呢 还是非常的谢谢大家今天看完 我的这个整个视频 然后希望你们能够喜欢 如果你们喜欢的话 就帮我一键三两吧 下次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